看看新闻吧 去看一看李敏浩是如何完成的 10月3号正在大家都忙着欢度国庆的时候 长腿哥哥李敏浩高调亮相北京 举办个人演唱会发布会 白色衬衫 黑色常务库 一身简约装扮 尽显王子份 不过嘛 这个文质彬彬的大男孩 其实还是个小吃货 不知是来了咱大北京吃了烤鸭还是怎么着 总之李敏浩哥哥这调皮的小舌头 可是始终都没闲着 这么帅气的一张脸蛋 要鼻子有鼻子 要眼睛有眼睛的 可是偏偏这张活泼的不得了的嘴巴最强劲 估计不少女粉丝看到后 都有冲上去亲一口的冲动了 美好哥哥 难不成你是故意卖萌妆装可爱的吗 不过看过哥哥的演唱会后 小编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又想到了除了嘴强和梦梦以外的第三种可能性 游戏内地 下次粉丝们亲自做给偶像吃吧 北京采访不到 不在买 净